请看到数第三行经文 心肠地柱 度势之道 于一切万物 随意自在 为诸树类 做不请之有 这段经文就讲到大菩萨们的心 还有他们的行 经常常说发菩提心 我们看这里 他不但是发菩提心 还是大菩提心 法僧菩萨知道万法皆空 晓得体相用都不可得 但是他们仍然发大悲心 普度一切大众 所以说性德里面的第一德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字 爱 佛法里面讲大慈大悲 第一句经文就讲到菩萨的纯心 心肠地柱 度势之道 它这里有关键那个字 就是肠 肠是不会间断的 保持下去 这个地是安的意思 所以地柱就是安柱 安柱在哪里呢 度势之道 这个度就是粗 粗里的粗 地也可以解释为真实 菩萨的真实心 安住在出世无为大道 我们昨天跟大家汇报了 具色论里面说到三种无为 虚空无为 折灭无为 非折灭无为 马明菩萨在百法明门论里面说得更详细 六种 无为 虚空无为 折灭无为 非 折灭无为 不动无为 享受灭无为 真如无为 我们把这些名相都搞清楚了 就会对于一切众生自然而生起一种 博爱 慈悲之心 接着是禁书所解释的 地 为安地 为常安住 真实无为 度势之道 真实无为 也就是六种无为的最后一个 真如无为 是万法皆空 清净心中 一法不利 那既然说到一法不利 请问佛法呢 也不利 我们可要知道佛法是怎么回事呢 因缘生法 如果说都已经成佛了 那心里面还有一个佛的概念 那他心还是有意法 心还没有达到 绝对的清净 之所以有佛法 因为有这个相对的世间法 产生出来 所以呢 我们看这个大圣经上说 在真空极灭 又起度势之道 这个度势之道之所以生起 是众生有感 佛博尚立刻就会有这个印 所以记里面有一句话 我们也是经常会看到 法尔如释 什么叫法尔如释呢 用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自自然然 丝毫勉强都没有 丝毫意识都没有 所以佛菩萨来到这里 痕迹没有 走的时候呢 也没有任何痕迹 他的心呢 常常安住在度势之道上面 那我们既然学佛嘛 也要存他们一样的心 在任何相接触的时候 要牢记 凡谁有相 皆是虚妄 所以 大圣经常常告诉我们 万法皆空 你看帮助我们放下什么呢 有这个概念 凡夫挺可爱的 佛已经告诉我们 万法皆空 他有放下 他又执着个什么东西呢 空 他又落在空那边去了 那佛对于那些执着空的人 佛又讲什么呢 万法皆有 他又跑过去 又去执着这个有 那佛再跟他讲 空有两边都不可得 两边不可得 那应该还有个当中 他还抓一个中道 佛劝我们 什么都要放下 连那个放下 也放下 所以修学佛法 的的确确 中下根性的人呢 也挺不容易的 说句实际话 真的是这样子 有两种人呢 那佛教起来特别 特别轻松 哪两种人呢 那个上上根人 一听就懂 一听就测误 还有一个是下下根人 跟他讲了 讲那么多 其实没用 他听不明白 听不明白怎么办呢 那就不要说那么多 说一两句重点就好了 告诉他怎么去做 这种人呢 老实听话真干 以后的的确确 成就不亚于上上根人 因此这里都教我们大家 对于任何人事物 不可以着相 《论人经》上 讲得那么清楚 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言语道断 是不能够说 心形触灭 是指不能够想 您只要动个念头去想 那就落在六道里面了 所以佛劝我们呢 不思 不想 不意